主席 各位同仁 請教一下中選會主委 主委 劉主委 政委員好 劉主委好 您的任期是到11月3號任期見滿 下星期五 那這個還是要向主委說聲辛苦了 謝謝 我是對主委表達高度的肯定 至少在中選會的任期裡頭 這個對於不管是中選會的業務 或者是說對於維持選舉的一個公平 我想主委是我們台灣的選舉專家 那這個在你的任期內受教很多 謝謝 謝謝 所以這個還是要對主委表達這個感謝 那這一次今天有可能是最後一次的備詢 對不對 應該是吧 算是主委的告別秀 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 所以該問的問題我還是要問 因為剛剛在答覆正名中委員 講到第四屆第七屆的事情 對 那我假如根據2017年9月的人口試算 增加的幾個縣市 假如按照第四屆 增加的是桃園市台中市跟台南市 那減少的是南投嘉義跟屏東 那假如按照第七屆呢 增加的是台南 減少的是高雄 那新竹也增加一席 屏東也減少一席 所以兩種不同的算法 那我們中選會在7月18 21跟27 總共舉辦了北中南的三場 那大概那個會議記錄我稍微看了一下 那贊成第七屆比較多 贊成第四屆的好像比較少了一點 但是在講這個 為什麼第四屆第七屆的不同的算法呢 這個道理都沒有人可以講出一個說 對於說這個票票等值 或者是說對於整體的代表性的這個問題 選票代表性的問題 都沒有人講出一個 這個比較可以信服大眾的一些想法 所以變成說這個各吹各的吊 所以主委現在要卸任 我不曉得說 中選會不會在卸任前呢 就把相關的修法的這個法案送到我們立 這個行政院或立法院來會不會這樣 我沒有這個打算 所以這個會交由新主委跟新的中選會的成員來決定 那主委到目前為止有沒有改變我們中選會的看法 中選會不是 原來你個人的看法 中選會並沒有在這兩個裡面選一個看法 並沒有 主委個人的看法 我個人覺得是說 我是去解釋那個現行的那個 就是第七屆以後的這個辦法 為什麼這樣子算 那我這樣子算的一個 我想這個委員一向這個強調 就是要按照那個憲法的規定來 憲法上規定就是我想幾個條件 關於這個選區的名額的劃分 那原住民那個部分當然是六名就排除在 人口就扣掉 那在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說區域這個部分呢 就是按照人口的比例來算 那按照人口的比例來算的話 又要另外一個一段條文 就是說要保障每一個縣市要最少有一個 對 那我們在過去的這個算法 本來第四跟第七屆的最大的差異在 第七屆使用的方法呢 把保障 一席的餘額扣除 對 就把那個保障的那幾個縣市的東西 人口也扣除 再重新算一個商數 讓剩下的其他人口的那個 就是 名額的代表區一致這樣 這是兩個公司中間最大的差距 所以 這個主委我知道了 但是 問題就是說 第四屆他用了一個標準去計算 對不對 這樣 用一個標準去衡量所有的縣市 理論上來講它是一個比較 會比較符合 這一個整個樣本代表性的問題 你假如你用兩個不同的平均值去計算 那你要先把那一個一席以下扣掉 假如這個在憲法裡面有所規定 那大概大家爭議不大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同樣一個憲法的一個規定 同樣 我們過去在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 然後到現在的第一屆 憲法的規定 其實就這一個部分 其實它的改變不大 對不對 徵修條文也好 或者是 這一個它對於這些選區的計算 其實它的改變不大 所以 在它改變不大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去 更改 它的一個計算的一個基準 那是僅由一個中選會的一個決議 或者是中選會的一個部分的意見 那這個恐怕 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 這個同樣的憲法就有不同的解釋 不同的計算方式 那改天我是不是也可以講說 那我用一席以下的 計算方式餘二扣除 那到兩席的我再把餘二扣除 你假如這樣去算 那也許 在各個縣市的一個差異呢 會造成說 會有不同的一個結果 那反而會 所以你看第四屆 我想比較簡單 就是說你 第四屆第七屆你去計算 你看第四屆增加的縣市 是增加了桃園台中台南 為什麼增加這些人口多 成長速度比較快的這個縣市 那 那會增加成長塊比較多的縣市 代表說 它的餘餌分配的部分 這些比較多的縣市 它拿到比較多的餘餌嘛 所以它雖然 它在區域別 土地面積別會有所不同 但是至少就 人口多 能夠擁有比較多的席次 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雖然這個主委卸任啦 但是 我還是希望說主委 這好人要做到 反正你這一方面的專家 你以後還是要面對學生嘛 學生還是會問你同樣的問題啊 那第二個 我到現在 主委我也搞不清楚說 那到底 第七屆的這種算法 到底是誰發明的 你現在都搞不清楚 中學問了快兩年的時間 我都搞不清楚說 那你第七屆的算法 到底你的根據到底是什麼 是誰去創造 一個新的算法 那這個理論的根據 到底是什麼 一定要有 相關的會議紀錄啊 或者是哪一個學者專家 在哪一次會議 所做的建議啊 都沒有啊 報告委員 那個 第七屆的那個過程啊 我想也跟委員報告過 有一個 中學會有一個專案小組 那個專案小組提出來 然後提給委員會 委員會通過的 所以他是誰說什麼 這個這方面並沒有紀錄 但是呢 是委員會通過的 那主委 這個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我是不是希望說 你可以把那一份報告 完整的 那我來好好的拜讀 之後我來 雖然你卸任 我還是向主委討教 好不好 是 是 好 好 那這個祝 這個主委 退休生活愉快 這個還是能夠對選舉制度多所貢獻 這個是我們國家的人才 我還是要對主委表示高度的肯定 好 謝謝 謝謝主委 謝謝 好 那我請下海巡署 李署長 李署長 我也好 署長 我還是要關心一下南方四島 就有關 這個大陸拖網漁船的 這個最近在當地活動的一些狀況 那我繡了幾張圖 它是在10月14號 幾艘大陸的 那假如目測來看 大概是200噸左右的這些 作業的這些漁船 那你看 它這個漁具 這個很顯然 它是在進行這種 不管是拖網 或者這個不管是底刺網 或者是流刺網 都有可能 那換句話說 你從它船上的這個裝備來看 它恐怕對於 違反我們在 不管是 我們漁業法的規定 或者是說 對於我們國家公約法裡頭 對於南方四島 它所劃定的這個保護區範圍內 那這個恐怕都會涉及到 我們這些違法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是請教說 那我們現在對於南方四島 尤其東西吉郎道 目前的一個執法狀況怎麼樣 最近的 我們在10月跟11月的 一些執法的狀況如何 特別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也知道最近的漁船 非常大量的在這邊 所以說我們在南方四島那邊 都保持有一條大型的 就是500噸的我們的澎湖艦 在那邊巡湖 所以說從最近這幾天 我天天也看到 我們也掌握住 我們只要雷達一發現有這種目標 海巡署的艦艇開走以後 他船馬上又出去又抓魚 所以說因為這個狀況 我們現在都是他長時間在那邊 所以說我們在那邊一坐的話 大概在風力不好的時候 大概就是保持維持有一條船在那邊 因為風力不好 他們就會躲到七美或者西極 那邊去躲風 那我們就把他趕走 那這個風讓稍微好一點 我們可能讓這個大船 回去做一些休息的整補 我們就用100噸的艇來代替 這個主委 我建議這樣 因為我們過去在去年 我的印象是去年 我們曾經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法 那我也多次質詢 希望說在有關執法的這個採法的標準 能夠根據這個噸位 能夠加以區分 有時候大船罰多一點 小船大概金額 要有一個比例原則的一個分布 所以我也感謝說 我們海巡署在106年 今年的9月22 已經公佈一個新的一個採法標準 那我是比較具體建議說 在有關東西極狼道 我們在執法的一個過程裡頭 在東西極狼道 或者是在南方四島的這個部分 假如它避風進來 或者在澎湖旺安馬公 它避風進來 那被我們抓到說 它要以避風為有 然後跟我們玩這個貓桌老鼠的這個遊戲 這顯然是故意要觸犯我們台灣的相關的 不管是漁業法 或者是國家公園保護法相關的規定 那我要求說 已經全部都用這種所謂的 其他情節重大加重處罰 最高新台幣1000萬年的這個財法規定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必須是執法的一些狀況 不是用一個單純的一個頓位標準 假如有嚴重違法的一個狀況 那涉及到說欺瞞 或者是說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情節 應該要用最高的罰則去做處罰 是 這個部分跟我們海巡組 這個拜託跟要求 另外就是說這幾年 我在看我們海巡組公布的資料 在取締非法月區捕魚的這個部分 從97年的2400多 一直降到今年106年 大概剩下246件 到8月為止 統計到8月為止 那換句話說減少的數目 一直是等比級數一直往下掉 這個理由到底是什麼 在漁民還是一直在反應說 還是到哪裡都看到中國的鐵科船 你以現在 在南方四島的這個部分 就當天 10月14號 一開始看到只有3艘 到晚上的時候突然就18艘 那冬級有2艘 總共就有20艘 那換句話說 是不是在整個我們在執法的一個過程裡頭 我當然是擔心說 是不是在執法我們的這些船隻被掌握 或者是說有哪些是可能涉及到說 在整個他熟悉我們這種作業的規範之後 就你帶的時候你看不到 那要取締的時候找不到船 但你離開的時候 這些船就一擁而散 利用 我們開玩笑說 利用夜黑風高的晚上去做這種捕魚的工作 也就是說 我們的行蹤是不是被掌握 或者說我們在執法的一個過程裡頭 是不是在這個執法的環境裡頭是有所疏漏 這個我想我們也一直在這個討論研討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分析了就是說為什麼我們這個驅離跟查扣的船一直在往下降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因為查扣了以後我們拘留的時間長了 他們這一段長的時間裡面對他們影響很大 第二個就是罰則增高了 對他們的負擔很大 第三個我們現在要特別講的就是說我們現在整個的區域的模式做了改變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變成在漁船它只要在海上發現有任何目標 馬上告訴我們我們馬上就過去 就去趕 所以說他們來進來的機率就比較低了 所以說我們查扣的數量就慢慢的越來越少了 所以我想我們當然剛才委員也質疑說 我們的勤務的模式會不會被他們掌握住 我不排除 但是我們其實我們的勤務是一直在彈性的調整 他要掌握我們的這個狀況的話機會不大 那為什麼現在會有這種狀況 這個感覺上面好像數量忽然增加了 其實5月到9月他們是禁魚期 他們的漁船是不可以出來的 那禁魚期解除以後他們的大批漁船就來了 第二個呢 他們現在在冬天在作業 他們的習慣性就是他在作業海域做 但是天氣一不好以後 他們就會喜歡鑽到那邊去避風 所以說有這種狀況讓他感覺上面數量在增加 你看那些作業的漁船根本不像是避風啊 避風只是藉口 不 這個是明顯的在作業 所以我意思說這個署長你看他的那個漁具 下一張他的一些後面的漁具是說 拖網漁船 對 假如是有這種 假如是這種狀況的話 我們傳過去的一定是一定會查扣的 是一定會查扣的 好 謝謝 海巡署辛苦了啦 我是希望說能夠嚴加查查這種 越界的非法的捕魚 保障你們的權利 是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請邱智... 劉士芳委員 劉士芳委員 劉士芳委員不在 請邱智委委員